上面就做出一定的调整来挽回一分 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要遗憾地被淘汰掉了 是的 双方还是没有选择换边 蓝色方的Fox 红色方的TSM 这里Fox终于是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应对 把刚才支援能力非常强的这个加里奥给按在了班位上面 确实这个加里奥在前两把的一个表现当中 好几波都是利用着他的一个快速支援 打了Fox这里一个瞬间的一勺打多 导致他们的一个小规模团家打破 这样的话这里扳掉这个加条 而且单从今天的一个体系来说 在红色方都是比较容易拿到 加里奥黄子这样一套日常体系的 看一下第二手是选择扳掉了凯南 凯南的话确实在前几把是没有出现的 我感觉Fox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英雄要拿 所以先把凯南扳掉 对看一下TSM这里反手是扳掉了千绝 双方的一个BP进行了一定相应的变动 不再像刚才一样那么常规了 这里Fox第三手是扳掉了利桑卓 看一下TSM接下来一个八位 那莫甘纳 维克赛 妖姬其实都在场 包括杰斯也在一个情况下 看一下Fox这里一手应该不会再抢不容了吧 杰斯可以摁一下 杰斯这边确实可以拿出来先提前进行一个锁定 会给到一些摇摆性 莫甘纳扳掉 那我感觉TSM这把 还是想拿那种冲阵的阵容 是的 确实莫甘纳这个英雄的话 还是比较克制目前的主流中单的 那这样的话 卡卡利放出来了 也存在一个摇摆性可上可中 来看一下TSM这边的一个反手选择吧 稻草人会不会拿得有点早了一点 感觉选稻草人是真的没有必要了 雷克赛还是要拿一下了 毕竟现在打野上皇子虽然在 但是配合的一套为所 因为体系已经不在情况下 雷克赛是可以先手选的 还是选到雷克赛他反手的话 利桑卓不在的一个情况下 看一下这里是要先选择到中单 还是说把强势性的 好 选到了强势性的下路组合卢西安 这样的话Fox很有可能拿布隆了 如果不拿布隆的话 会让布隆放给TSM 对 这里的话布隆配上卢西安 就太舒服了一些 而且对于Fox来说 他这一首 诶 霞 其实最近霞落这个组合 诶 霞落出来了 就最近这个组合还是比较热的 也是由于霞加强了 并且落他的一个RW的一个速度也加强了 是的 落霞两个W的一个加强 导致他们现在这个组合的登场率 更高了一些 因为之前的一个削弱 让他们的一个联动性变差了 那这样的话 现在霞一个W 攻速提升 输出能力 得到了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而落的话 他一个W的伤害 以及释放速度也给他恢复到了 之前差不多的模样 让他们两个的一个组合 可以再次登场 那面对着这边的一个霞落 我们传统意义上比较好打 可能就是塔姆和莫甘娜 在莫甘娜没有的情况下 TSM是没有选择拿塔姆 而是拿到了一首先手开团的牛头 这里又要跟你当一个正面了 这最后一把TSM 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个血性给打出来 就是要打一个进攻 打一个压制 是 那对于Fox来说 上把发挥出色的人马 要不要搬一下 是的 人马感觉可以搬一手 因为现在人马真的 感觉在上单 就是TE级别的一个霸主存在 是的 转爱是9.6加强太多了 并且被研发出来打上单 好像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对 把现在的一些主流上单 都安排得死死的 那看一下这里 Fox是袋子搬掉了上单的这个船长 感觉两手的一个上单位的搬选 是不是在上单位上 有一定的保命绝招要拿出来 好像想拿杰斯 我感觉搬掉凯南和船长 那看一下这边那个选择吧 TSM最后一手搬掉了 NOC也是上把同样搬掉的一个打野 嗯 这里的话是由TSM给搬掉 毕竟的话 本身 Hox这里前三手的一个选择 其实开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如果再加上一手NOC的话 会打得TSM这里比较难受 其实比较奇怪的是 前面三手没有搬瑞兹 但是双方好像在前三手 都没有太想拿瑞兹这个英雄 嗯 最后一手还是搬到了刀妹 看一下这里 阿卡丽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的不明确的 先看一下TSM这里 第四手的一个选择 是要把上单位留到counter 还是说把中单位留到counter 要不要拿一手杰斯 或者说要不要牵抢人马 哎 拿到另一手妖姬 妖姬以及左一 现在都是可以去选择到的 好 这里最后是确定下来了一手左一 那看一下反手这里Fox的选择 这一手 没有那么好打阿卡丽 那你拿到这种左一的想法 可能更多就会认为 阿卡丽是走上路的 嗯 看一下这里Fox第四手的一个选择吧 几乎基本上可以确定到 阿卡丽一个走位 那阿卡丽应该是走上单了 这手拿发条不太好吧 拿妖姬其实还挺不错的 中路和打野拿一手 黄子和妖姬这套阵容 它的一个combo和强度就很足了 是的 这里的话黄子索下来看一下 最后一手的ADC选择 选择一个对线能力比较强的中单英雄 配合上黄子去前期打一个 入侵和主动性的话 才能够盘和Fox这一把 否则的话再一次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下面 他们可能就要葬送掉 本身第一把就胜利的这个好局了 辛德拉吗 我觉得这把其实妖姬挺好的 因为妖姬比较好打左一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中后期 利用自己的灵动性不断地进行拉扯 但最后是选下了一手辛德拉去打中路 辛德拉的话对线也是比较强势的 还是可以给到这个左一的压制 但是这边给到的是 LCS赛区的一个辛德拉的胜率啊 21场当中只有8场获胜 胜率比较低 只有38的一个胜率 那最后TSM也是 看在有人马的份上直接拿下人马 嗯 毫不犹豫 这样的话再次是让我们来 期待一下人马 考量一下这个阿卡利对线人马 能够碰撞出怎么样一个火花 也是好好看就偷偷学 阿卡利打人马的话 其实前期圣上阿卡利还是能发育一下的 看下人马能不能进行很强的压制了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发育到后期的话 人马其实可以利用自己的移速 不断地去进行帮助队友的 嗯 那这样的话 两边阵容也是确定下来 双方的一个 对于Fox来说是一个生死局 那对于TSM来说 对他们的胜利仅有一步之遥 是一场关键的一局 也是让我们期待一下 他们这一把的一个精彩表现 是的 而且我发现TSM在今天的几场比赛当中 很喜欢拿一些体系上的东西 他跟上一把的机车友是很像 就在红色方 他很喜欢拿那种什么 加里奥配皇子 利桑卓配加里奥 什么加里奥滑板鞋等等 包括这一把 就是他们也是拿出一些 比较偏体系上的东西 都是那种控制链比较足 然后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表现也比较不错的那种组得英雄 是的 那这一把的话 Fox是拿到了侠洛 我们还是要期待他一个化学效果吧 因为他一开始侠洛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他的一个一级团 包括他的对系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在经过几班的削弱以后 他一套爆发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是的 Fox这一把的一个阵容 确定下来的话 其实在各条线上面 一个压制能力都是有的 除了上单这条路的话 可能目前还不太明确 人马的一个作用 毕竟Broken Blade在上版的一个表现 也是给我们大家表现出来的 他最近练习到这个人马 效果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 然后也是进入到一个暂停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刚才的一个阵容问题 就TCM这边的话 他的下路是一个牛头加卢西安 手还是比较短了一些 就面对侠洛 包括对方的一个左翼的情况下 在中期卢西安 他的一个发挥空间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那Fox这一把选出来之后 相较于上一把而言 他们的一个先手开短 首先是非常的足的 因为落相照于布隆来说 还是先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英雄 没错 这一把他们就可以打一个主动以进攻 而且皇子加上辛德拉 在周野的一个压制力上面 也是不输于对面的 那我们也是进入到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局的召唤师峡谷 看一下双方带了一个 金石天赋的选择 这边其实一开始 他会喜欢带爱里或者电行 但现在的话 他更多是打一套续航 所以他会更喜欢带守护者多一些 上路的话 Solo是选择带了一个训诫步伐 毕竟阿卡丽在得到削弱之后 他的一个回血量 比较起之前来说 还是减弱了不少 这一把的话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表现 打野位上都是征服者 中单位上 Fenix反而是带了一首进化 非常的稳 这把全上之后 牛头一个人带了小兵去世气 也是不像之前几个版本来说 来的那么热门 看一下这里落下一集 是比较强势的 怎么说 这里Ziven被察觉到了 向后拉开距离 还想要继续追 不太应该了 危险了 这样 但是 TSM是已经把一个视野 放在了河道这个草里 是完全侦测到了 FOS的一个动向 前期双方打野 应该还是会选择 红开更多一些 看一下这里 好像想要直接入侵 你的蓝buff 这边一个野位 是可以察觉到 对方一个动向的 那这样 直接选择入侵 也是利用自己狭落的一个强势 对 知道了 你再打红看一下 Kaijin的一个选择吧 要不要直接跟对方 去互换一下野区 应该是要进行一波互换了 这样的话 皇子是会比较围绕下落的狭落来打 毕竟下落的狭落 还是处于一个强势期的 是的 改版后的一个狭落 在比赛当中 也是有表现不错 看一下这里Kaijin 被视野给察觉到 想要先刷一个河蟹 双方这把 还是比较平稳的 互换一个河蟹 但上目录的话 可以看到人马 又是利用自己的一个伤害 不断进行压线 人马他现在是一个 一级就具有很强伤害的英雄 是的 再加上他现在调整之后 一个持续输出能力 也是不弱 这里的话 Kaijin没有选择 入侵到对方一个蓝 因为冲路是被压线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是亏了一个buff 有一些过于稳妥了一些 来看看这边 黄子会不会去回放这个蓝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入侵一下的 下路的话打得比较凶 Ziven一个状态不是很好 可以见得啊 这个下路 夫妇组合 在对线上面还是比较强势的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看一下Kaijin的一个动向 想要去刷对方的一个蛤蟆 应该是来反正这个蓝buff 毕竟上路人马的话 其实是拥有限权的 所以人马能快速支援过来的情况下 双方是选择护化雷波野区 但是黄子这边好像蓝buff不想放 这里的话也是过来了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意识到 弹一个爆炸果 是向来一个三级打三级的一个情况 Kaijin的一个状态不是非常好 看一下这波成绩 还是Kaijin给逞下了这个蓝 那前期的话 雷克赛是拿到了一些优势的 下路这一波再次打了一下 这里哈库利用着机友 青五成双疯狂的在消耗着对面 所以我想看一下人马 他具体的一个点的那个天赋的选择 就是比较细的那个 他点了一个饼干配送 是增加了自己线上的一个续航 嗯 这些伤害好高啊感觉 我感觉人马好像点双C会不会 双C会不会猛一些 就是不断的回血配合他的W 感觉会猛一些 回去也可以多多尝试一下 这个英雄兴起之后嘛 大家也可以都玩一玩 这里中路是直接催眠气泡 睡到粉底克斯一个蓝量不是很好 想要来抓比尔森比较难 中路的话也是打了一套 但是前期其实星尼拉雅 左翼还是更多拼向发育 嗯 在对线上面的话 毕竟星尼拉还是线霸的一个存在 可以给到对方一定的一个压制 是的 看一下这一波 开键想要入侵对方的一个野区 两边相遇 陈界再次陈到了 感觉Rash好气啊 是 这里Rash连续被陈到 陈走两个野怪 Rash现在回到上路 只能去找这个河 现在是雷克赛也在上路 Rash这波没什么蓝 这里状态不是很好呀 碰到一个 尔森这样的一个不好说呀 而且这里 Broken Blade的TP上线 是一个压线的情况 随时可以过来支援 看一下这里 呃 怎么说 双方又要来拼陈界吗 这一波 所以人马可以赶过来 这个陈界是直接先被Rash收下 在后期之后 尔森这样直接顶起来 Broken Blade 想要过来支援 但是Fenix的到来 让对方望而止步 前期确实雷克赛两个陈界 直接让 呃 黄子失去了自己的蓝buff和大鸟 不过好在本身 这里 Rash就是去对面野去反过一株野的 在补刀上面还是有一定的领先 看一下中路这边也是互相的消耗 没有太大的一个 就是进攻吧 嗯 下路的话 下路好像 也是比较忌惮 对方也有雷克赛的位置吧 所以 补刀上是被压了一些 因为要让线 就要让卢西安跟布隆去推这个线 嗯 比尔森推完线之后 也是去中 去河道 附空了一些视野 哎 这里打了一套 飞行以及催眠气泡都没有能够打到 Fenix利用了自己的走位扭开了 也是利用了一个六级的timing去打一套 但是如果说这一 呃 刚才那一波西德拉六级的话 很有可能西德拉会反手一套直接秒掉 是的 这里也是看到比尔森回去之后 先补了一个小摩抗斗篷啊 知道你西德拉在道大六的那一套 爆发是很高的 加强一下自己的一个生存能力 看一下这边两边打野 应该是又要相遇了 下路感觉打得有点平稳啊 因为我们看这两个组合可能会比较去那种打架型的组合 嗯 但是双方都打比较平稳 应该还是要等一个六级吧 有大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先手发难 看一下中路这波Rush在侧一蹲 两边都在蹲 反蹲 这边直接一个异技能推到 后续的话灌了一个大招 是直接收下了一血标 现在交出了一个死亡闪现 这一波感觉 Fenix有点正事情 就是前面两波 前面两把感觉有点被贴线打崩了 嗯 但这一波这把一个单杀 这一波的话 直接在队线上面被异技能给推到了 后续的话 黄子过来一套 让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闪现给交出来 看一下黄子这个位子 其实我感觉好像是被雷克赛听到了的 这里的话也是一个玩辛德拉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平时在地上多传几个球 你不要做出你就想求意对方的一个动作 然后在地上利用着自己球的一个位置 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方向 然后直接一打 就会让对方很难去反应过来 刚才的话 Fenix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 是推到了比尔森 完成了一波非常漂亮的击杀 刚才比尔森也是没有想到能被推到 因为刚才雷克赛是已经听到黄子的位置的 是在那有个圈显示到黄子是在草里的 所以这波比尔森还是自己不太小心的感觉 这样的话被逼掉了一个闪现 回去补了一手水银鞋 那左翼在前进的一个伤害会低了许多 不过好在他还有一个W的一个机制存在 一会儿或许也可以减几个闪现 保证一下自己对线的一个强度 是的 现在的话上线的话 阿卡丽还是能压到一些人马的 但在打团的时候 人马可能也会给到 Fence这边一个后排压力 看得出来 这一把的一个solo选出 阿卡丽来对线人马 比上把要出不太多了 那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就是阿卡丽其实还比较好打 人马 还可以 看一下这边的话 也是收掉了一个红buff 雷克赛这一波是有可能 拉到下路这边做一些事情的 因为牛头也是六级的 是可以配合雷克赛越下塔的 但是在原地听了一下 发现附近没有人以后 雷克赛是挖了个地道下去 想打这个水龙 看一下这里暂时不敢打 因为比尔森是被推陷的一个情况 还是稳妥起见 先回家进行刷野中路的话 再一次被推到 W直接消耗一套伤害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比尔森用R技能了 他回到远处的话会 现在他可以预判 是的 那个位置直接直接去定住 这一把的focus的中野的主动性 比较其上一把来说要高很多 没错 第一条龙是一条水龙 不像上把那么火热了 不过这一条水龙 如果能够拿下来的话 对于focus这里还是比较舒服的 特别是上路阿卡丽 也是比较需要水龙的 看一下这里 TSM的下路 野斧联动 先去也去布控一下视野 这边爆炸果子下来是直接 这个Apollo反手的话 被W抬了一下 这边的话 后续的一波伤害 看一下是直接被尔森剑 给收掉了人头 后续落这边 是交出一个闪现格枪逃跑 但是皇子一个闪现枪 一个过来 但是一个是失误了 这一波感觉有一点问题 反手的话 比尔森过来之后 一个飞线也是没有能够拉到 看一下 Fenix这一波是有大的一个存在 双方距离比较远 应该是也打不起来了 最稳寻思 你秀我呢 把我闪现秀出来 自己失误了 这一波如果说 它能越想到皇子失误的话 它这个闪现其实不用交的 但是谁也不能想到皇子 这一波一刻是失误了 这一波 Ziven也是和自己的队友 配合比较好 利用一个爆炸果实 弹下来之后 直奔对方的一个ADCV 进行输出 后续的话 虽然说Hakuo是 大招控制都给到了 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去打对面三个人的话 还是比较难受 没错 不过好在是打退了对方之后 Fox可以收下这一条水龙 这条水龙对于Fox来说 还是比较舒服的 毕竟到了中后续的话 它要利用不断地牵扯 去进行打团 但对面有个左翼的话 这条水龙是可以 给它回复一些血量的 看这波是怎么产生的 卢西安在这个位置 先滑上去 再跳下来 就跟你打一个 几进几出 后续的话 这边Hakuo是 只魅惑到了一个Ziven 没有能够限制到 Akkazian的一个进场 导致自己家的一个ADC 是丧命 是的 这一波的话 其实也是卢西安知道 队友再能打 因为第一时间 就算被落RW起来以后 牛头也可以闪现 看一下这一波 怎么说 Smoothie走到了上路 想要进行一波支援 出了五速鞋的他 走路非常快 双方进行了一波换线 如先跟牛头是换到了上路 然后霞跟落一看情形不对 也是徒步从下路往上路走 但是这样的话 是被对方先手换线 自己是一个被动处理的 一个局面 会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因为水龙拿完以后 就比较有力的争夺资源 就是峡谷先锋了 所以一波换线也是能让自己的优势路 能在上路拿到峡谷先锋 看一下野区的一个河道视野情况 还是Fox这里掌握的比较好 反观TSM这里的话 视野做的不是特别的完善 直接想开始打挖了一个地道过来 但是发现龙坑里有个视野 这里的话想要直接Rush 看一下Fox的一个动向 可以看人嘛 这一波其实是没有人想用TP制人 直接是徒步走到中路了 那这一波TSM第一时间的话 在正面战场是有五个人的 这里Rush也是察觉到了 对方的一个动向 看一下这波Fox怎么处理 查古先锋还剩一个六千血 特意的话 一个催眠细胞是睡到了 好过 那这样的话飞行乱入 先把好过给打残 看一下仅剩两千多的一个血线 这里Rush时间EQ二连 想要秒这个 可见啊 可见交出一个心事 规避了第一波的一个伤害 反而是好 Core自己是交代掉了性命 那这样的话 后续进场的一个Rush 也是被收掉的人头 看一下侧翼的一个Solo 是交出了一个意境的 拉开了声位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正面是完成了一波 一换二 是的 也是捡了一个描表 秀一下这个描表 但是峡谷先锋 是被Solo这类一个抢到了 就这波的话 其实第一时间的话 还是T7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人马是图柜 已经走过来支援的 正面战场是五个人 但是后续的话 阿卡列进场是 先把雷克赛收掉 并且拿下这个峡谷先锋 就感觉这个结局 对于 呃 放财上是比较能接受的 来看一下这一波 就这一波这个位置 Rush是先手开着了 开箭的位置 确实有一点尴尬 他身上没有闪现 导致自己率先被秒掉 是 然后Rush这边的话 也是第一时间想进场 但是被人马直接收掉 这个时间节点 阿卡列过来以后 也是把峡谷先锋收掉 并且拿到了雷克赛人头 后续的话 Rush还是交出了 自己的惩戒在死的 把这个峡谷先锋 为自己队友收下 那这样的话 在13分钟之前 直接召唤出峡谷先锋 再中路撞了一个满肚层 比较的转 上一波是阿卡列 他的位置 有点稍微比较靠前了 让黄子能直接EQ起来 配合斯格拉的一套伤害 差点秒掉了 所以说雷克赛 一旦前期 直接被这样 差点秒掉的情况下 就很难去争夺 地图上的资源 毕竟雷克赛这个英雄的话 虽然说 他的一个进攻能力 比较强 但是他的一个防守能力 也会相应的比较弱 那刚才 其实Rush 是当时他的面 过来EQ他的 可能也没想到 Rush会把目标 选择到他身上 是的 那这一波 也是让Fox打回来一些 拿到了峡谷先锋 撞到了杜层 把自己的经济 再次拉平 而在杜层的显示上面 Fox这里推了五层 看这波TSM有点亏 因为他是一波 主动换线 他是主动想 利用自己下路的 一个强势 去换到这个峡谷先锋 但是 上一波 确实自己没有打好吧 阿卡电这边 是有点小小的失误 导致上Fox拿这个 峡谷先锋 补充了前期的 一个经济差距 是的 现在双方的经济 是几乎持平的 一个状态了 下路双人组 这边的话 虽然说前期 组合上的优势 比较大 但目前为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音 并且补刀是落后了50刀 这个差距 是稍微有点太大了一些的 是的 不过好消息 就是这个峡谷的 一个伤害 加后期的AOE能力 会更强一些 反观Ziven这里 可能强势期过了之后 他在团战中的一个作用 就没有峡谷那么强 这一波的话 峡之所以补刀那么少 还是因为 对方的一个换线 所以阿卡丽这边的 这峡这边的一个补刀 是放在了阿卡丽的身上 对 总体来说 在境界上面 是没有差距的 看一下这里 贴CM中路的 一个塔的血线 不是非常的好 Fox 下一波应该会 对这个中路一塔 进行一个进攻 下一条龙 是一条火龙 双方又是 势必要去争夺的 这一条火龙 谁也不想相让 这边Rush 在侧翼这个位置 比较危险 看一下 随时都有可能 被红色黄给开 这条火龙 贴CM直接开始打了 这个地形来说 对于贴CM来说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看一下Solo 从侧翼赶过来 在一个比较雕风的位置 随时可以进场 这里的话 还在先Rush龙 这里Rush再一次过来了 直接盖到了 看见又是他 看见交出一个大招 向后闪现 拉开距离 但是侧翼的话 Solo还是把他的人头 给收掉 看一下正面战场的一个 好过后 被Zaven点到残血 这个龙 还剩下六百多一血 最后是被皇子收下 但是左翼这边 已经收到两个人头 后续的一个进场 配合 卢先又收到一个人头 这波是打出了一波 一换四 这一波虽然说 是抢下了火龙 但是付出的代价 有一点大 TX们可以顺势 进行中路的一波推进 没错 其实第一时间的话 已经阿卡丽打得非常不错了 阿卡丽在正面战场 是直接一直在去雷克赛 导致雷克赛第一时间 是没有办法 去在龙坑附近 做一些事情 但是人马的大招 是给到 Fox的后排很大的威胁 是的 这把一个 可爱竟然有点 像前两把的一个Rush 好像都是 变了一个模样 被对方的一个打野 疯狂的开刀 但索性就是队友 这边还是比较强势的 特别是这波 左翼的一个操作 他在边边角角 是拉扯到了 很多的一个伤害 来看一下这一波 第一时间是 阿卡丽在打这个火龙 这个时间这里面 黄子找到了 然后阿卡丽 配合阿卡丽的伤害 先被秒掉 虽然说第一时间 是西红大招 规避掉了伤害 但是在后续的情况下 阿卡丽是二段大招过来 打了一个宅数掉 感觉这一波 过有一些没有打 他的一个尔闪进场 是仅仅魅惑到了 一个开了大招的伤害 就没有能够空到Zib 对 但这一波的话 左翼在侧面的话 是利用自己的一个伤害 徒手秒掉了 狭洛两个人 是的 这边 阿卡丽的第一时间 没有合适的位置 可以进场去进行消耗 因为比尔森 一直在侧翼 给到他压力 没错 其实这波比尔森 对TSM是太关键了 那这样的话 让TSM拿到了一波 一换四 推进了对方中路的 一塔 下路的话 虽然阿卡丽是拿到一些 前期的优势和经济上的领先 把下路的塔推掉 但是目前为止 优势还是站在TSM这边 周二生 我觉得下路这个组合吧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挥出他想要的作用 对 他们俩没有能够配合在一起 打一套高爆发输出 刚才的话也是 哈库尔率先上去 没有开得特别的好 然后阿波罗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可以跟上他进行输出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绑定组合 如果说不能够打出一个控制链的combo的话 确实在后续的一个输出上面 就会形成一定的劣势 是的 而且来说的话 霞洛他其实在对线上 是比较占优势的组合 但在对线上的话 也由于对面 阿卡丁一直在针对下路 所以给了卢西安一些经济上优势 包括一波转线 会让霞洛会比较难受 所以他现在霞的伤害是比较低的 因为可以看到 装备只出了一个笑蓝刀 还有两把这个长剑 但是卢西安这边 破败和小木锤已经有了 看一下这一波 双方是骑骑到上路 想要进行上路塔的一个推进 Fox这里有一点点不敢开 那这样的话 TSM利用着 阿卡丁TP了 在一个很后面的位置 感觉要包了人马这边也是有TP 但是没有其实TP下来 这一波黄子是直接开到 开到两个人 效果还不错 后续的话 路也是开到两个人 这一波的话配合还是很nice的 左一被秒掉了 这一波的话 人马的一个进场 也是先收掉了这边的一个黄子 双方打了一波一换一 这一波就是属于 比较完整的控制链衔接了 先由黄子开到 后续好可可跟上大招 把对方框在里面 然后再利用上阿卡丁的一个倒钩 来进行输出 但基本这边还在试探 辛德拉在这个草里攒球 这个位置好像是有意识到 耍了一下我的枪 怎么说心理战 这里的话 弗尼克斯还想要去跳对方 但是这边人马就直接开他 弗尼克斯这一波是把自己玩出事了呀 看一看后续这一波是落台了他一手 但是还是阵亡了 后续的话 何不落一个人 有没有机会能够拯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反而是Ziven过来点的一个伤害非常的高 是的 阿卡丁刚才也是切入到后排 导师牛头在正面战友上是先被击杀 双方又打了一波一换一 这里弗尼克斯真的是在 这边草丛里面按控制 跳舞 结果是被对方给瞬间秒掉 我感觉他这个心理路程 阿卡丁有点上头了 不知道人马在草里想杀Ziven Ziven这波会不会死 自己是有闪现的 有一个挟阵的存在 他还有操作的一个空间 看一下这波Rush也是赶过来帮助自己的队友 这边Solo一个伤害是比较高的 肯定要开启大招 在络艺的瞬间被Solo收掉人头 这一波Solo是利用着自己的一波个人操作 是为自己的团队挽回了一些损失 是一波及时的支援 导致阿卡丁只能卖掉自己 换掉自己两个队员 就逃跑 打的有点激烈啊 这两波下来 大龙这边已经刷新了 双方感觉现在对于 切勾牌的能力都很强 首先这一波是阿卡丁一个 然后它是直接盖大 EQ都没有交 然后再配合上 好酷后的一个控制链 这一波是直接秒掉了比尔森 在后续的团战当中的话 Rush也是倒地了 那后续的话 是Rush TP上来 再一次帮助自己的 走上来再一次帮助自己的队友 拿到人头 这边也是看大力的追了 确实是对方的一个状态 都不是非常的好 那拥有一个狭阵的阿卡丁 在单挑Solo能力上面是无敌的 没错 而且上一波团战的话 还是由于比尔森没有闪现 被框掉以后 他可能会直接被秒掉 而且Solo的一个位置 会直接威胁到Zivin他的一个进场 Zivin他是一直被拦截到外面的 看一下这一波又是一条火龙 双方在场继续争夺 这一波又是似曾相识 催眠器要不要睡到了 看一下这一发飞行乱入 没有能够达到 D&M选择直接Rush大龙 看一下Fox一个动向 Solo在测试先消耗一下 Broken Blade 但是这里Rush一个状态 被身杖起来扫得非常的差 火龙还是被红色方给惩戒下 测试的这个Broken Blade 在跟Solo难舍难分 但是反身的话是被Rush 一屁股给盖到了 然后被Fox收掉人头 但是火焰伤害很高 差点秒掉了 Apollo这边的位置 还好是有一个护盾 保了一下这里的话 再次一个睡眠气泡 没有能够睡到 看一下后续这波拉锯战 感觉是D&M的一波反打之事 Solo一个人在匣阵里面 利用着自己异性的穿墙逃脱 看一下后续超远距离 超远距离的一个催眠气泡 是收掉了破了一个人头 还在追淡牛头 就没有必要再追了吧 就这波是打了一波 二换三 一换三 这一波的话又是Fox想要来抢夺 这一条火龙 但是被TSM完成了一波 非常漂亮的拉锯战 是 就只要现在TSM这个左翼 比尔森不死的情况下 就Fox很难打团 比尔森他现在只要慢慢地 注意自己的一个走位 不要让对面找到机会的话 TSM是很能继续 国际血球去赢下比赛的 而且现在比尔森是有一个双招的存在 再加上他自己W还可以减到技能 其实想要击杀他就比较困难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 是人马把solo留住了 虽然说第一时间人马先被击杀 但是左翼这个催眠气泡 很关键的命中到了霞 霞被迫交出自己的大招 后续这一波就是一个追击杀了 这个大招是没办法 开是只能这个时间到开 然后开又有点早落地的瞬间 再次被飞机乱入打残 所幸是有一个落的一个护盾 才让他支撑了这么久 而且队友可能也没有想到 所以没有帮他去挡 后续也是一个精准的气泡 命冲到阿波罗 这把这个比尔森的左翼 好像玩得还不错 发挥得非常亮眼 那这样的话 时间来到一个23分钟 TSM这里虽然跟对方的一个 经济差距没有拉开 但是在双C的装备上面 是有一定的领先的 对错 看一下这里 彼尔森回去被迫出了一手女妖 而 阿波罗还出了一个绿叉 其实他们双C的一个装备 要落后对方很多 在作战能力上面来说 不是太强 没错 现在阿卡丽这个点 虽然能在团战里面 给到 卢西安跟左翼 是压制 但目前就是说 天战不肯你接这个团战 不断利用左翼去进行poke 就像现在这样子 这里比尔森再次利用自己 一个催眠气泡 睡到了Rush 后续话Rush 选要上来带自己的状态 还不是非常的好 这一波的话Fox 找到了一波机会 想要推进对方的中路二塔 但是 TSM好像有一个绕后的位置 第一时间 Ziven不在正面战场的 这样的话 在带线 想把上塔换掉 同时牛头刚才是有一个 断兵计的情况 那这样的话 是要Fox 推掉了对方的一座 中路二塔 上方打得有点胶着 对于Fox来说 这是他们的生死之战 打得非常的紧张 上路的塔被大掉之后 必须要有人过去处理 上路的一个兵线 趁此机会 TSM可以回去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不哼大龙附近的一个事业 以及接下来 即将要刷新的火龙 是的 现在其实对于Fox来说 Solo不太敢去进行单单 因为他单单的话 他其实确实能给人马 给到一些压力 但他一旦跟人马 去边线单单的话 对方TSM很有可能 会直接利用自己的开团 会开到自己的后排 所以对于Solo来说 现在是个抉择吧 比较困难 而且Solo他的进场 虽然能威胁到 卢西安的一个输出环境 但是对方更能威胁到 他们家侠的一个输出环境 是的 比尔森也是利用着 自己的一个机动性 在中路疯狂的抽奖 想去消耗一下对面 火龙即将要刷新的 一个情况下 TSM率先的 占据地图的视野 看一下Smoothie 在一个侧翼的位置 非常刁钻 没有人发现它 在大龙坑这边做一下视野 来看一下阿卡丽的位置 是遇到了阿卡丁 阿卡丁利用自己的地道 也是瞬间脱离战场 现在对于TSM来说 下路这个塔迟迟未能拔掉 导致人马 它的一个单带线会很短 压缩在了自己的一个兵线附近 这把的一个人马 就没有上一把玩得那么舒服了 看一下中路这波 好像想要直接开 Rush直接EQ向后拉开升位 双方都在找机会 对于TSM来说 现在能不能开到侠 包括新的拉 他们要很依赖左翼 但这个时候 怎么说 好像想要转战下路 但是有多段位移的一个阿卡丽 存活机会还是比较长 Rush这边想要过来 但是被破坏 吸引一口直接顶起来 那个样的话直接秒掉了 在阵亡掉了Rush 看一下牛头的位置 在后面看到了一个 直接顶回了一个 他哭祸好哭 直接被比尔森给秒掉 那这样的话 击杀掉对方两人的一个存在 看一下TSM这里 好像想要直接去动大龙了 钻隧道过去 情况下可以直接开始打这个大龙 对方只有一个 新的拉根侠的情况下 能不能进行防守 这里的话要直接动大龙了 打龙的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 看一下这波 Fox的仅剩几个人 能不能够救场 可以看到这波牛头的位置 是躲在一个没有视野的位置 但是是被发现了 这里的话直接牛头被顶到 开启大招 但是顶回来了一个 solo solo的话 应该是直接倒地了 后续的话 Apollo在疯狂输出 但是自己也要被收掉人头 但是最后一下 还是收掉了 铺上来也有颗顶 后续的话一个倒钢 拉到了Broken Blade Broken Blade撕血逃生 不过没有关系 TSM只需要直接打大龙就可以了 还是1300的一个血线 直接是Rush掉了大龙 后续的这一波Fox 好像想要继续追进一个闪现Q 是Q到了Smoothie Smoothie反身应该是想要卖自己保队友 那这样的话 人头是要Polo给收到 这一波Fox也是利用自己双C的一个伤害 去击杀掉两个人 但是我感觉还是不能改变 不能改变局面吧 毕竟那个大龙还是让TSM拿到了 他们拿到大龙以后 利用左一的一个抽奖能力 就会更强一些 而且比较关键的一点在于 他们这几次击杀 都没有能够击杀掉TSM身上 拥有赏金的双C 所以说击杀掉其他人 对于TSM来说也是无伤大咬的 不过好在好消息是Fox再次收到了一条火龙 是双火龙的一个存在 在后期的伤害上面会更高一些 成功的止损了一波 但照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说 打团还是左一比较厉害 我们再来看看这波是什么情况 牛头一个绕过的位置 是被辛德拉发现了一个推球 在这牛头及时的 直接是把阿卡丽顶到人群当中 并且敲起来 这波也是消失 TSM玩的非常的细节 牛头被控到之后不慌不忙 是先交出自己的一个大招 之后直接把对方最肥的一个点给顶回去 对 但后去的话 阿波罗已经在尽可能的输出了 对方来切他 他也是及时的开错漫天飞鱼 但我说实话 这波阿卡丽顶有点没有太大必要 他直接跟人马回到正面战场 去打这个龙是必拿这个龙的 就没有必要去交一个大招去扑霞 然后反而是被反杀了 是的 刚才的话 可能也是以为自己的一个大招伤害 可以直接秒掉对方 那这样的话让阿波罗反杀了一波 不过好在是TSM还是收到了大龙 看一下这一波利用着大龙buff的一波推进 自腰奋推 左翼在侧面一时利用自己的催眠气泡 给到一些压力 而且人马在中路经营单代 现在的话阿卡丽被逼要去防守的情况下 放死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切后排的能力了 人马就站在后面利用大龙buff给到一些压力 这边推到一头牛头 要利用左翼看能不能睡到人了 左翼现在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阿卡丽这边赶过来想开团吗 但是位置是被视野所看到了的 这里TSM也是不着急 也知道你中路还在带线 这里只需要把兵线拉扯过去 不让对面开到自己就可以了 利用这两路兵线的一个压力 给到Fox这里 让他们难以处理 大龙buff实在还有一分钟 其实并没有做太多一些事情 只是推掉了下轮的二塔 终于还是被磨掉了 还有50秒 感觉还是想利用C分他继续进行推进 但是中路这边人马有点推不进这个兵线 看一下这里 左翼在侧翼利用着自己的催眠气泡进行抽奖 侧翼的话和空后在一个吊钻的位置 来这边飞机是直接打沉了 那这样的话中路的二塔也是告破 在大龙buff的最后30秒时间内 看一下TSM的一个选择 侧翼再次控到了对方 但是有人挡 那这样的话有人帮忙挡了一下 阿波罗也是可以缓一口气来 是 左翼确实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拿那么多的一个经济和资源的情况下 他就能为团队制造出很好的一个伤害 大龙buff也是快要消失了 这边也是旧buff 对 大龙buff给TSM带来了3000块钱的一个经济领先 抛开打龙的那1500的话 大概就是1500的一个经济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关键性装备吧 感觉 Fox这里其实现在新的拉 秒翠的一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他回去补零一个法权棒 是的 而看到这里 阿波罗的话 伤害也是比较高的 在刚才的团队当中也看到了 问题是在于就谁能够率先的突到对方的一个后排 是 因为我发现好像 ADC现在对于隐魔刀的选择都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可能会觉得绿叉在改版以后他有一个盾 想要出绿叉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绿叉那个盾 他没有魔抗的提 就是加成 我觉得隐魔刀还是可能会更适合像什么 左翼这种打一套的爆发英雄 反观Ziven这里也是出了一首保命的水银试带 加长一下寄生的一个生存能力 看一下这一波Broken Blade回去补出了复活甲 下一波感觉他就是要往前迈的那种冲劲了 是的 下一条大龙还有1分20秒的时间 刷新 TSM难道还要再等下一条大龙的时间吗 在侧面这里 左翼给到一些压力 说也是睡到落 但是这波伤害应该是打不上了 距离太远了 下条龙是一条水龙 感觉大家争夺的一个欲望不是那么的强烈了 还是大龙会更重要一些 Broken Blade在下路把边线带过去 双方打得好胶着啊 就双方都不会太想去犯一些失误 毕竟已经来了个赛点局了 阿卡利继续在下路进行边带 阿卡利这个点确实在团战里面 是最能威胁到这边左翼和卢西安的 但他现在就被人马牵扯住了 没有办法去正面跟团 现在对于TSM来说的话 就是不断地利用比尔森的一个催眠气泡 什么时候能射到人的话 能一套秒掉的话 就是他们开团的时机 是的 大龙还有30秒就要刷新 看一下TSM这里的一个选择 好像想要直接先拿一条水龙 TSM一直在一个比较侧翼随时可以进场的位置蹲着那被一个 眼给探拐 这一波的话感觉 两边想要开这边牛头直接顶顶起了 阿波罗 阿波罗交出一个漫天飞雨 向后拉开距离 那小波是直接被鸟掉了 看一下后续的一波追击 这里侧翼的话 SOLO是直接被闪顶了起来 交出了一个挟阵 看一下第一时间 圣枪洗礼逼出了SOLO一个闪现 后续的话再交出一个大招 向后拉开距离 侧翼的话 TSM过来怎么说 还想要继续追吗 这里的话 TSM直接再次顶到了一个RUSH RUSH这一波 二连是直接被在空中打断 让阿开剑收掉人头 那这样的话 完成了一波零换二 而且大龙 所以以后 大龙就要顺利被TSM拿下了 拿下大龙以后 给到的FORCE的压力 就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了 FORCE这边的一个直准方法 是想去换一下这条水龙 看来能不能拿到自己一个 两条水龙两条火龙的 优势在后期 稍微扳回一些 但是这个大龙会给到TSM 就是推进高地的一个资本 TSM再拿下一条大龙 再整理好自己的一个 自身状态之后 出来我们是看到 Occurgeon以及Broken Blade 都有一个复国甲 在手边 这又有一个精神的存在 对FORCE来说很难再打了 这边是FORCE的一个视野 诶 Snowson看到 你不知道这有视野 直接回头二连起来 直接得起两个人 后续的话 Apollo尽管是有一个 漫天飞与规避第一波的 一个伤害 但是这个洛 是没有办法规避的呀 而且特意想要进场的一个solo 是直接被对方给抓住了 然后只能交出大招 以及闪现 才能保住自己的一个性命 后续的这一波 感觉FORCE这里 也有一点贪了 还想去打这个三郎 Snowson打的是真的好 他这把就是 他这个里头 无限的在绕后 他每次都能找到一些 没有视野的位置 进行开团 大龙buff的时间 还有两分半钟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 看一下分线的情况 是进行了一个311的分带 是的 在FOX的经济上面 有一个8000块钱的落后呀 这波该如何防守 来自三条路的一个压力 让他们很头疼 看一下这里 TSM的一个决策 还是选择他们非常擅长的一个131 人马在下路推塔 推塔速度非常快 阿卡丽被迫去下路 去进行单单的情况下 那上路TSM就能直接推进了 是的 阿卡丽不在这面战场的话 FOX这里的伤害是不太足够的 看一下这一波 阿卡丽 雷克赛也这边也是去中路 引导一下兵线过来 上路的兵线已经来到他 直接招起一个圣枪洗礼 进行一波退让 逼对方退让 这里的话一个抽甲是抽到了 逼的皇子直接 1Q2连向后拉开距离 同时中路的兵线已经进塔 阿卡丽是赶过来想支援一下 想上 但雷克赛有一手复活甲 有低到的情况下 是不太好上的 同时这一波阿卡丽去中路游走的情况下 又是被人马带了一波兵线 是的 SOLO这边是非常头疼的 两边真的是忙不过来 刚才的话看到Rush再一次被抽奖 抽到比尔森 只要再特意给到对方足够的压力就可以了 上路的高地塔终于还是被磨掉了 同时中路的兵线也进去了 两路三路兵线的一个压城 这边直接选择开 开一个Ziven Ziven交出水影响后拉开距离 Smoothie怎么说要被留住了 交了大招 但是自己应该是要被交代掉了 看一下后续的话Rush这边 应该是可以抬一口 SOLO再特意想要去开 这个比尔森 逼出了比尔森一个闪现 测试的话 快进场是直接被打出了复活甲 看一下这一波 是Fox的一波非常 努力的在挽回这个烈势啊 但是看到下路这里 Broken Blade是已经把对方的塔给带掉了 而且这里还要再破你一座 有点过分了呀 一技能再一次勾到 看一下这一波 怎么说Broken Blade完全不虚 最终还是破掉了对方的中路高地 看一下三路高地 三路的话也要被破掉那阵的话 三路高地的一个兵线压力会给到Fox很难受的一个压力 这样的话又是三路高地的告破呀 这一幕怎么又似曾相识 Fox这两把是被TAC们给打出了自己的气势了 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三路被破的情况下 我们有讨论到他的翻盘可能性会不会很大 我也觉得在这个版本 三路被破的情况下 他兵线根本带不出去 他的翻盘可能性会少很多 是的 而且 下一条大龙 你在自己家高地都被破的一个情况是 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去抢的 你如果跟对方去抢的话 这边随时可以一个提提头加 那你如果不抢 三路高地带着 三路兵线是带着大龙buff的一个存在 又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阻拦的超级大队 没错 这边的话 左一已经很长段时间没有死了 所以他现在的赏金是自己的一个600块钱 加上人 300块钱一共900块钱 左一确实在这几波比尔森的一个发挥是真的很不错 他在每一波团战里面都找到了一个自己很好的输出环境 并适的 没有让阿凯莉能顺利的切到他 他在上一次被抓到机会之后就再也没有死过了 他现在已经是非常稳的了 这里一个超远距离 有身边气泡 看一下下路超级兵 也是浩浩荡荡的往自己家的一个高地上面使来 而与此同时大龙以及远古龙都即将刷新的一个情况下 对于Fox来说不抢 则死抢了也危险呀 而且对于Fox来说 这一把如果一旦输了以后 他们就丧失了再进入四强的一个资格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很稳 很想为自己扳回一局拿到了一个赛点 是的 但是现在看到三条路的一个超级兵都在浩浩荡荡的前来 亲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TXM其实只需要把兵线清理过去之后 再去拿双龙汇过来进攻就可以了 看一下侧翼的这边solo是打了Broken Blade的一套 不过对方有复活甲的一个存在 也是完全不虚 我感觉TXM已经可以往后退了 对 可以去打龙了 远古龙已经刷新了 所以这边直接往后退去拿远古龙 并且拿远古龙以后再去大龙给压力 会给到Fox一些难题 看一下这一波巴克剑身上是没有复活甲的 在下一波团当中会不会为Fox提供一些机会 感觉这里的话对于TXM来说 胜势是非常大的 只需要把龙全部稳稳地控在自己手上 回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之后 再利用这兵线的一个牵扯 一波推进就可以了 Rash已经放弃拿这个远古龙 毕竟兵线的压力还是很多的 下一条大龙刷新时间还有15秒 然后回家以后出来以后 对于兵线上的压力Fox还是很难处理 这里的话也是给到一个水机复活的一个时间 还有两分多钟 看一下能不能够撑过去这一段时间 TXM的众人回家补充完自己的一个装备以后 也是集齐了 直接往大龙奔去 大龙刷新一个情况 对于TXM来说直接Rash就可以了 对方是没有资本来跟自己抢夺的 对于BOSS来说 他要把双龙都放了去扛 这个兵线的压力有点扛不住啊 想要拖到自己三路水机复活之后 来跟对方再打一波团 找一找机会 大龙也是顺利被拿下 BOSS没有能抢龙的一个资本 双龙会挨 这边人马是隔了一个草看 没有看到阿卡丽 阿卡丽是顺利回家 人马这波有了复活甲 而且科建的一个复活甲 马上也要赚好了 这一波 TXM再次选择自己的一个老套路 带着兵线进行一波推进 看一下这波想要抓Ziven Ziven是直接被开了 交出一个水影 向后拉开距离 但是自己好像要交代了 这一波Ziven有点不小心啊 所以的话 阿卡丽怎么说 被这边牛头给顶起 后续BOSS收掉了他的一个人头 所以的话一个超越距离的催眠气泡 是睡到了 逼出了对方一个精神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 SOLO是直接被闪现顶到 后续的话快就要收掉 对方的一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在附近Uber一下 给到一些压力 然后开了一个E 非常高的一个速度 这里的话 EQ2连想要动这个Broker Blade 是不是有一点上头了呀 这边三路超级病的一个压境 对于BOSS来说 真的是好艰难 这里的话 BOSS还在侧翼进行抽奖和消耗 侧翼的话 Polo对着Broker Blade 疯狂输出 但是也无济于是 自己家的门牙 终于是告破了这边 一个闪现顶 再一次顶起了Fenix Fenix后续反身 给了一个大招 逼退了Accardia 但是最后的一个基地 还是被TSM的一个队友 给收到 我们也是恭喜TSM 今天是一个 让一追三 拿下了季后赛的 第一轮的胜利 好期待